东西啊 那么之前呢 则是说这个声称啊 也说是指控这个法警呢 对他暴力为欧啊 这个呢 我们说陈水扁啊 特征组侦查他的案子呢 可以说是这个甄讯是经过沙盘推演 前天才会找他来甄讯 而且呢 在昨天要收押他呢 也是八个检察官 有七个都当庭签字了 来这个签字同意他收押 这个也是破天荒的 但是怎么样也算不到说 哇 竟然会传出来一个说他被暴力对待啊 事实上呢 前天晚上 这个秘密庭还在开的时候呢 很奇怪啊 民进党赖清德 他就在外面跟人家讲说呢 陈水扁在里面遭到了暴力为欧了 然后呢 这个柯建民更是拿所谓的 新版228来形容这件事情 哇 那章然这个情绪整个会挑起来 但是奇怪的是 秘密庭在开的时候 赖清德人啊 没在来面啊 他怎么会知道里面发生什么事情 这是之前大家有讲好吗 不然他怎么会知道 还是说难道是律师在跟外面的人讲吗 如果你看看时间点 还有当时这整个的一个状况 这个当中真的是有问号存在 到底是谁大胆地在法院地盘 对陈前总统动手动脚 楼上宣押亭 财刚喊停 楼下的律营立委 消息超灵通 他在庭上有跟法官讲 在整个过程当中他有遭受到暴力 那法官也非常重视 怪了 宣押亭明明是秘密庭 人不在里头的赖清德 却连陈水扁在庭上说了什么都立刻知道 记者问哪里受伤了 一旁的陈亭飞似乎偷偷地要赖清德 不要提 哪一个过程当中才能 这一部分的话 我们并没有知道说确实是哪个部位 但是我们只是得知到说 总统在整个过程当中有遭受到暴力 更怪的是 救护车在陈水扁的要求下 经过急诊室大门没减速 直接开往重症区 看来伤势似乎很严重 检查过后 陈水扁手部拉伤 实在很难撑得上算重症 但庭内喊打 庭外声援 再加上救护车直接停在重症区 隔天民进党开启者会也定调政治迫害和暴力 尽管当时生涯中的陈水扁 无法跟立委战友们讨论对策 但似乎照样默契十足